我是天天爸爸 来自于内蒙古乌海 我的儿子呢是同性恋 很活泼 而且很爱动 也很聪明的一个孩子 他是喜欢这个美术的 这方面的这个 还是有一定天赋 在小的时候 就是稍稍大了以后 初中以后 进入高中以后 就喜欢健身 我说男孩子嘛 就应该壮壮的 有个男孩子外在的一个形象 对本人的这个身体来讲呢 也是有益处的 这个我还是支持他的 当然了 他越练越专业 慢慢要求越来越专业 越严谨了 这个我都是支持 这都是一个好事情 我的小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就听说过 在这个同学当中 言传当中 那个时候就对这个有了解 但是感觉到很不深入 在哈士大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同界的 一个进修生 就是他上卫生间的时候 走上上女生的这个卫生间 后来就被校方工友 就发现了 后来就被举报了 经过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呢 有一次就被他堵住了 当时就把这个孩子 领到了医院 就去检查去了 检查以后 一看是男性 而且他 那服饰都是女性化 到了派出所 可能有一些整治吧 后期想起来了 慢慢对这个同学来 有了解了 这个孩子呢 可能是少数群体跨性 就觉得那个孩子 当时那个情景 是很无辜的 孩子这个出柜的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被我逼出柜的 为什么呢 我有信息来源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 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从学校一些活动啊 还有一些孩子一些行为上 他似乎好像观察到这一点 但是我没有完全接纳老师 说这个问题 他没有在生活当中 去体现一些什么 性向不一样的地方 儿子那时候 小女孩来往很多很多的 我曾经问过他 我说你是不是出女朋友了 他还承认了 他说我是 我说你是学习阶段 把心又用在学习上 主要经历 我说你得迎接高考 等高考了以后 我爸爸对你这个个人的感情这方面 就没有什么刻意的阻拦和要求了 你可以随着你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 但当时孩子答应对我还挺痛快 我挺诧异的 就说爸爸我听你的 我确实我不出了 我真的不出了 我并没有把这件事在自己内心里去搁浅一下 我也在琢磨 那天我就跟他谈 那年我记得很轻 过春节的初九的晚上 他过年他回来了 他从学校上回来 这样有这个机会 而且家里的亲属我也很多 到家亲土 在一起过年的也有 我就跟他聊这个事情 他当时他还不承认 他说不 我说你要说实话 一定要跟爸说实话 我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是你爸爸 有什么不可面对的 我说你要珍视的话 爸爸可以跟你共同面对 绝对不要你一个人承担 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就看我儿子那个眼圈就在转 确实当他眼圈转的时候 我心里就说 确实也有一种那种失落感 他就跟我讲了 挺激动 他说爸爸我没承认你这么质问我 和对待我这个态度 说你对我这个态度 能接受我这种态度 跟我想象的 不是一个版本和剧本 孩子也挺惊讶 我说爸爸也做了功课 我说你也好好确认一下你自己 我说爸爸 我不是我没试验过 跟我来往 有九个女孩曾经尝试过 我都不行 我真的不行 真的来不了跟女孩 我说无论这个问题是对与错 我不能给孩子 在盟用当中 在未知当中 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和伤害 我是本着不伤害孩子的情况下 我说爸爸一定要和你一起面对这个事情的 但是在说这话同时呢 我也告诫自己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的 咱们家人呢 一起共同去看看心理医生 孩子是积极配合我的 非常高兴的配合 我们三个人开着车 就去到中途 他还小地方 他还给导着行 就导到我们宁大 宁夏大学的一个精神病医院 当时我跟这个医生在共同的时候 在跟我们就诊的时候 我是说跟他表述了我们来的真实目的 就是说看孩子是不是少有这个同性戀的倾向 跟他说主要是为了孩子 完了医生后来看我们大人没问题 就把儿子就叫进诊室了 跟他聊的 结果呢 医生给我们答复的 说这孩子没什么问题 都很正常 举过案例 说同性戀的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 说你家孩子跟他聊天了以后 他没有这个表述的一种倾向 他没有 即便他是同性戀 也是正常的 也就是在这个几个月当中吧 我还咨询过北京协和的专家 他说这个是公兰 跟异性戀一样的 他不是心理疾病 已经明智地告诉你 这个东西在毛毛毛年 毛毛什么时间 我们已经去掉病化和罪化了 这儿子不能跟异性结婚 讲来以后这生育问题怎么搞啊 我得要抱孙子呀 我也要想这个问题的 也纠结过 就开始考虑孩子以后怎么办 出于这种状况下 他以后怎么生活 就得掀起这方面的考虑了 我不是说是家里的 儿子给我出贵 是一件丑事 是一件这个 不可以向外人言表的这个事情 我不是这么认为什么 可耻的事情 不是 就跟知情朋友 也有选择性的说 聊 也在这个 这个倾诉自己的那一段的心情 不是正常的朋友 朋友也说 孩子你别逼得太急了 哎呀 你知道咱们孩子现在 什么最重要 一个普通的一个朋友 也不是说 性小数群的家长 能够讲这些话 我当时挺感激的 对我来讲呢 也是一种安慰 也是一种提示 看了很多电影 也还有很多资料 就不断地就上网上去查 能找资料 自己就开始主动去探讨了 始终就是这种担心 和这种担忧心情 一直还是在有 因为这个 咱们目前这个大环境嘛 它毕竟是性小数嘛 是不是 它并不像它异性 那个兴趣向那样 像大家一样 奔赴工作 奔赴生活 长大话 就感觉孩子 就是他一小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 还要受一定的歧视 在不被理解 那个环境上 还有 另眼看待 那一群人的目光 我是担忧这个事情 总是怕孩子 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在这个生活上 偶尔的会碰到一些 未知的一些伤害吧 所以基于这些的考虑 我才要 去做这个志愿者 我在这个志愿者当中呢 我能吸那些营养 可以学习 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当我的孩子 在实际当中有一些问题 我心里有底气了 除了帮助自己的孩子之外呢 我还是通过自己学习 自己的认知 还可以为其他的性少数数的孩子 解决一些问题 解决一些困惑 或者是性少数群体的孩子的家长 这个都是群序间接可以做的 我不知就不了解 我不了解就不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我怎么有能力去帮助他人呢 是不是 而且这都是跟我的孩子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群体 我跟他们都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都是有一样的感受的 我也是一样的 我也希望孩子好 无论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上 还是个人感情上 孩子现在也有男朋友在一起 两个人也挺好 也有一些小矛盾 或者小插曲 比如说男友 看不惯儿子 儿子有什么不当的地方 儿子男朋友打电话 向我告状 感情上 大约是倾向于儿子的 是不是 这是肯定 不能说假话 但是从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相处 讲了以后又在一起生活 当然儿子身上要处于那种 毛病什么的 不当的地方 你作为父亲 你要严厉的地方 你要说的 要严厉的 是不是 但是从表象和礼貌上的程度 还是要多赞赏一些 儿子男朋友的 还要多说一些儿子 是不是 他从父亲来的 那你说心疼谁啊 最心疼的还是自己亲儿子 对不对 希望他家长都希望他能够长久 不管我们是同性了也好 或者疫情也好 这是家长的共同的一个希望 目前来讲这个大环境 就怕受外界条件的一些影响 怕双方孩子们的感情有些冷热不均 或者在受外界条件的影响 一些制约 比如说对方的家长不理解 他是有障碍的 这是作为家长是担心的问题 要说不担心 比较聪明 比较美好 那都是假话 我儿子男友并没有出柜 他不像我家孩子 他已经出柜了 在家庭这方面 父母这方面 他没有压力 我儿子男友 这个孩子 他还面临着压力 当然了 他面临着压力 他有一天跟家长要出柜的时候 他有很多位置数 我儿子既然跟他是恋人 他也会牵着他 那我作为一个爸爸来讲 我也会担心的 我曾经跟我儿子说过 我说儿子 你要是找男朋友的话 我没有说一定 最好找出柜的 我说这样 你以后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和纠葛 你也会轻松 我说家长们也会轻松 我讲过这个事情 但是孩子感情的问题 他遇见了 他遇见了 你不能说不行 这个事情 你遇见了 面临的问题 你就要解决 没有完成的问题 要共同承担去完成 中国的家庭 父亲还是起主导地位的 我希望你能爱你的孩子 对于一种不接受 对原因和理由 在你内心找出 真正的一种原因 去多做功课 多了解 科学理智地分析这个事情 不能盲然盲目地去感情用事 判断这个 我不接受孩子 就是不接受这个孩子 这样是 无论对孩子的伤害 和对你的伤害 那都是同等的 会愿愿烈的 甚至对家庭的伤害 都会是有的 我们理解一下 我又再生家庭了 实际我现在太太 还是很理解孩子的 当儿子出会 这个事情 跟我说了以后 我是第一时间 跟太太说这个事情的 他马上就理解了 那时候怎么的 他说这个东西 在这个社会当中 又不是少见的 还是存在的 反过头来就向我 你要接受 科学的接受 接纳 这没有什么 你考虑什么 讲来以后 想相伙延续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还是 咱们的爸爸和妈妈 那个年代 他跟我讲这个事情 虽然没有问 我的太太叫妈 一直是以姨的称呼 称呼 但他们关系处得很融洽 这个关系融洽的关键 就是因为他们的知情 相互彼此有这个理解 有时候孩子跟我不 不善于表达的东西 他跟他的意义都表达 甚至很深 表达的比我 比爸爸在某种 某一个点 某一个项上 要表达要深一些 某种意义上就是说 我的个人幸福的 也就是说 我能跟儿子沟通 除非能够顺利 能够接纳 能够理解 我要是不接受呢 我不接受 我持有一种意愿 我太太持有一种意愿 我儿子的妈妈 在持有一种意愿 你说这个敌意的家庭 我再重组的家庭 能有多少的矛盾 和口角去发生啊 是不是 我再次发生啊 阿嬷